所以我們發現的大問題就是 因為大家的玩具都太多了 很容易就壞掉 所以壞掉就會變成垃圾 然後我們的垃圾就是要燒掉對不對 所以燒掉的空氣又會污染到環境 所以就造成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需要把玩具拆檢 之後把它做成我們想要的東西 所以實際做的就是我們把我們的實際做 就是收集自己或朋友的壞掉玩具 然後再把它改裝成我們想要的東西 分享就是我們的想要跟你們分享的東西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自己在家裡 一起自己創作一些你們想要的玩具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自己製作到自己的東西 而且還可以給玩具第二個生命 我今天要做燈就是可以在植物上用 就是讓他們會有光的作用在晚上的時候 或者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到 我已經做完了我的燈 我已經做完了我的燈 然後我要跟你解釋說這些的東西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 這個 這個是從 Hair Dryer 就是 吹風機 的頭 拿掉 然後再來 這個 這個 東西 我其實不太用 應該是一個東西是 掛在 桶子上那種 然後再來 我的 LED是從 東西拆下來的 然後 這個 然後 這個 這個 插頭 就是我現在用的插頭 是 從 電話 的插頭來的 這個 是從這個上面 的這裡 拆下來的 然後 這些全都是 廢氣 小朋友壞掉的東西 然後 這樣子我們可以 reuse 就是 重新再 利用它 讓它給它一個第二個生命 好